我当然是感到意外的了 但如果你是在香港工作的话 在香港交易所工作的话 可能不一定 因为像那个香港正确交易所 我在我想是在2016年还是什么 已经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 然后在前两年 那个上海跟那个伦敦又有港轮通 如果我是作为一个交易所的董事长 或者那个CEO的话 我想扩大交易所的话 其实现在收购伦敦交易所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一个是英镑跌了很多 而且你如果再不收购的话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现在那个伦敦交易所 有一个要收购那个Refinity的 那个数据公司的一个计划 如果他收购的话 这个伦敦交易所就太大了 那个香港交易所就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会没有能力 再继续收购它了 所以说呢 并不说 就是说我觉得 其实虽然我觉得吃惊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 但是有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好的计划 一个好的提议就会被实现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虑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